YP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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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個花絮 那為什麼要拍這首歌 這首歌對我們來說 意義很大 因為Ryu這首歌 其實在剛出的時候 那時候孫生剛好卡合約 所以新說唱 那時候我們本來就很想翻拍 那個時候我們寫的Y哥歌詞 跟最近延伸的靈感 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從來不討厭明義吧 我們超愛 你們可以仔細看我們的歌詞 包括NanaQ的那一支 我們也沒有討厭NanaQ 但內容都是很重要的 刺激 我們就是喜歡覺得有趣 然後就做 最近你那首歌 整個被演算好特別 我們兩年前那個大作 YANGGG 重點就是因為 大家說你的詞 完全很符合現在的狀況 你太有趣話是那個 拿出我履歷 寫著YANGOG 我改成拿出我病歷 寫著YANGGG 這剛好面前很像 我們的Cover 已經生化到這個境界 我們不只Cover 我們還神預言 楊超預言 旁邊很期待啊 覺得特別開心 大家就在一起這樣子 算了 下午我要給客人物的答案 跟歌詞 就把你拿出來 握得很大 要等一下 好 好 準備開拍 開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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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盛 譬如等等有颱风药 你有什么感觉 我们无畏风雨啊 献给你们 因为我的很大 要冷一下 没错 我的宝贝重机淋雨啊 第一次淋到雨 哇 哎哟 讨厌 可是我现在也不能移动啊 傻眼啦 大底类 希望赶快舔雨 刚拍完雨中慢慢的一个 现在有发拍子 这个服装是代表什么一次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 是博大精深的 对 比较有点国人的感觉啊 有国人在线上吗 今天很感动啊 因为要舒嬅嘛 所以不能骑重机 你看猫猫要帮我骑 感谢猫猫 他车呢 骑里岸去我家 他再骑过来 那一送车 哇 那么屌 那我发现你cover 吴亦凡的歌都抓一个学校 就是 AUTO隊给他开下去就对了 一定要 因为他是 AUTO2的王者啊 如果今天不开AUTO2的话 你会唱这首歌吗 我现场就唱没AUTO 我一直以为都是对嘴 是把大家当笨蛋 肝可以啊 你有朝一日也可以 对嘴的部分 在那个 场祭的部分 凤甘兵的部分 还有那个 滑板拿不好的部分 对 欸 佐母鳥刚才滑板滑得不错 我刚看有那个GOLAND 欸 那个差点滑到 真的 再练一下都可以了 欸 佐母鳥长高耶 你看 他超高耶 你超越我们地精十足 太练根又烧安了 我们不要有比较 我怕被打 未来国家的栋梁 伤栋梁 长栋梁 长高没有用 我做也是要长脑 阿 没错 你已经比他有脑了 你已经比他有脑了 在嘎了 你已经嘎了 We have We have We have 剛剛姚萱说 要你们贵喝啊 你们会贵喝吗 你们会贵喝吗 你们现在成年了吗 还没 16 16 那你们膝盖还是白的 因为 年纪大膝盖会黑啊 对 对啊 那黑的原因是什么呢 橘皮啊 或是你出去玩撞到啊 想害我啊 没有任何意思啊 开拍 這邊全场膝盖最黑是姚萱的 姚萱 姚萱以为第三 哎呦 昨天过一整天 你不要 讨厌 讨厌啦 抓到了齁 第三 你把他当雷拉到胎喔 大小啊 你们知道百兔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老耶 因为 我这一家高中主持校园 他们不知道谁是李盛杰 超扯的 我在那边唱那个 給我一杯拉鐵巴尼 官吹 那他们 有实在带勾了 隔阂啊 知道他有什么三胞胎吗 Sentimenti 知道 还有赛跟他弟啊 你相信他是什么呢 没事了 没事了 那你知道孙生有个双胞胎弟弟嗎 我有那个妹妹啊 林淡 哪有 红卵液精啊 液卵啊 液卵啊 现在你看出到太阳了喔 会不会一出去又下呢 会不会一出去又下呢 我们就来抓谁是我们今天的雨神 邵马星 出发出发 好看吗 海军路战队喔 爆速 一号 拿钢盔 作命 肥哨 海军路战队喔 大家想问一下 有怪追那个 跪校 大学外流 那是 手位往后推一点点 不要控制沙诺斯的聊天 来 沙诺斯再挂一点 沙诺斯随时会弹指喔 不要做的动作 沙诺斯眼睛好凶喔 猛毒疫情期间变胖了 猛毒吃太多了 你有适合猛毒头套喔 好期待第二集喔 有时事你去哪里的车過來 一轮爆炉 让他一位 我们好像又又班喔 安清班耶 等一下就有糖果了喔 我给你好棒棒硬张 对 对 辛苦了 水饺很好吃喔 吃完了 扁他 应该全部都吃透了 八方的水饺 帮他们业配一下 快收工了 还有两卡 小朋友们 等一下就要放饭囉 要吃饭了喔 我是香肠哥哥 赞一个大牙撑哥哥 来吧 导演 还原那个当年啊 我赌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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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了 太久没用了 我赌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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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 老夫子与番薯的 最近两个人在那边吵架 你是统神 你是Toyce 你们来的正式打架 耶耶 终于拍完了 因为超渴难的 你看 又吓到 瓜翁下雨都阻挡不了 我们拍MV的热情 这句话 他刚开头有讲过 可以跟没什么话 可以 昨天凌晨 一两点录影 早上十点 因为我跟他觉得这种 时效性的东西要赶快 速度决定你的高度 对 假设有一天我们自己的事情 被别人调侃拍成歌 你会生气或是拍 当然不会啊 你看我以前 这么多事情 这是一个茶余饭后话题 那我说实话 我觉得你以前发生的事情 比较大调 我就百人展演啊 大家看到的感觉 但你问我们男生 其实我跟春天都觉得 男生不就这样 对啊 他也没有要特别的帮谁说话 我觉得媒体很无聊 他会过度渲染 然后拍影片是走幽默的方式 你可能做了一百件好事 一件坏事 全部没有 对啊 谁知道有没有 宣伦跳的可能 说不定有啊 你以我是女生 这么帅 要给我钱拿 我当然给他 没错啊 马上 给你用啊 大概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影片 按赞 订阅 分享 漂亮 漂亮 成功了 大家拜拜 叮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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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